中国克服自身人口基础巨大 疫苗供应紧张的现实困难 迄今以向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17亿剂的疫苗 2021年全年将努力对外提供20亿剂 中国以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供应超过了7000万剂疫苗 并捐赠1亿美元 还同30多个国家发起了 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 同19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生产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对外提供新冠疫苗最多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迄今获得的疫苗 大多数来自中国 下一步中国将继续秉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通过包括无常援助在内的多种方式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 为实现疫苗公平可及 早日彻底战胜疫情 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